六大水晶消磁法 让你的水晶回到最初的正能量 大家好,我是关榮水晶杨店长 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不同的消磁方式 水晶会随时吸收周围的磁场能量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进化以及消磁 让它可以永远保持在最正面最好的能量状态 消磁法的第一个方式 日光消磁法 将我们的水晶摆放在太阳光下 持续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日光照射 让水晶能够彻底的去除负面能量 进化完毕后再将水晶摆放回我们定位就完成了 不过纸水晶、粉水晶、黄水晶等有色的水晶 比较不适用于日光消磁哦 第二,海盐消磁法 这边可以区分为浸泡法跟掩盖法 浸泡法呢,我们使用1比10比例的海盐浸泡水 将我们的水晶浸泡在海盐水中 持续1到2个小时的时间 那时间结束后再将水晶整个清洁过 将上面附着的海水盐水全部清除掉 这样就是一次完整的进化哦 而掩盖法呢,则是用1盆的海盐盆 将我们的水晶埋在里面 那经过半小时、1小时的时间 来去去除我们水晶上面的负能量 不过海盐的进化方式 比较适用于没有结晶缝气的水晶哦 像是单一的水晶柱、水晶球以及串珠等等 第三,水晶洞、金触消磁法 常规我们摆放在家里面的水晶洞或水晶处 也可以帮我们的小水晶来进行消磁哦 将手出手串放到金洞里面或金触上 可以有效的透过水晶洞的磁场能量共振 来去除我们手串上面的负能量哦 这也是非常常规的一种方式 本集我们介绍了三种的消磁法 下一集我会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其他种方便的消磁方式哦 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是冠农水晶洋店长 欢迎大家来电力临参观选购 谢谢观看